一大早七婶就起来了 今天是麦苗出嫁的日子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 是麦苗出嫁的日子 她想简单的弄点饭吃吃 然后就到黄瓜园跪她姑家去 她想躲过这一天 免得自己看到麦苗出嫁伤心 也免得麦苗难受 刚刚做好饭 麦苗就一头撞了进来 麦苗进了屋 冲她叫了一声声 就到西间里去了 她没有往西间里去 平日她就不常往西间里去 那是贵住的房间 贵三军前就住在西间里 过了一会儿 麦苗从西间里出来了 七婶抬眼看了一下麦苗 见麦苗脸上竟是出奇的平静 她知道麦苗是个挺有主见的闺女 就放心了 麦苗说 婶做饭了没 七婶说 做了刚做好 麦苗说 婶我来晚了 七婶说 看你说的 今儿个是啥日子 麦苗麻利的将平日吃饭的小方桌 用抹布擦净了 又在桌边放一把小靠椅 就拉七婶往上坐 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了 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以后 无论如何也不肯往上岗子上坐 七婶说 苗你看你 麦苗说 婶你上坐 你上坐 七婶说 这妮子 你看你 麦苗说 婶你上坐 我有话说 七婶说 这妮子 哪能那样的 不兴不兴 七婶到底没有麦苗力气的 被麦苗连推带拉 按到了小靠椅上 七婶说 屋里有爹有娘的 那可不兴 麦苗不答话 麻利的抹了一只碗 成了一碗红薯稀饭 又拿了一个膜 一双块 小心的来到七婶面前 庄重的跪下 七婶仰起头 闭上了眼 眼泪却止不住的躺了下来 麦苗说 娘 吃饭吧 麦苗今儿个就要走了 再给娘端一碗饭 往后 娘再想吃麦苗端的饭 就难了 七婶只好睁开眼 将饭接过来 放到桌子上 抬眼去看麦苗时 见麦苗早已哭成了泪人 两个人碎抱在一起 畅畅快快的哭了起来 过来一会儿 七婶首先止了哭 又搬起麦苗的头 用手给她擦脸上的泪 七婶说 苗今儿个是你的喜日子 高高兴兴的走 傻也不愿 愿俺贵没福 七婶停了一下 又自言自语的说 一个团一千多号人 人家都平安回来了 偏你 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 人家都知道有爹有娘 有老有小 你个龟孙啥都不知道啊 我的傻儿 我的憨乖乖 随即又大声哭了起来 麦苗也跟着哀哀的哭 严严约约的 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 七婶指了哭 细细的听 麦苗也细细的听 欢快的音乐声 越来越近 越来越清楚 又响起了一阵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七婶说 苗 快回吧 人家来了 麦苗点点头 刚走了两步 又转回来说 啥我都给麦叶交代过了 担水劈柴 音乐声和鞭炮声 越来越近 越来越响 七婶推着麦苗往外走 走到大门口 七婶看到一辆 一红挂彩的汽车 正从村街北投开过了 麦苗凑近她的耳朵 大声说 娘 你回吧 过了三天 我回来看你 七婶一把将麦苗推出门外 转身 哐的一下将大门关上 一时间 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 音乐声和鞭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七婶亮亮呛呛地走进屋里 她想给柜说几句话 掀开门脸 七婶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桌子上 柜的一向面前 是一片耀眼的红 那是一双新鞋 那是一双红袖鞋